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其实我这边时间都蛮晚的了 今天拍完了三期节目 昨天其实在晚上看到金正恩他们见面之后 我当时就有点看完之后就想看全了 所以也没想到做节目 等到今天做节目 节目都记录到今天了 但是很多文章写出来的特别大媒体 他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也是完全有情可原的 他需要时间 现在金正恩已经走了 我看到最新的报道 他已经回到平壤 那需要一点时间 作为我们这些 我们自己来讲 要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出来 我们去看着不同的观点 因为以不同的观点尽可能跟大家汇总 大家的概念就会更加的完整 其实让我想起来 十年前08年的时候 08年的时候 当时开奥运会 北京开奥运会 我印象蛮深刻的 其实有个电视台找我去做评论 后来他说 他说石昭先生你能不能费点心 我说怎么费心 他说咱们得在台里头等着 人家发生什么 我们说什么 人家没发生 我们就得等着 因为时差的原因 等了一宿啊 而那个当时给我概念比较深刻 我说感情电视台 拍电视的是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那平常我只是注意到 你比如说 有些大的事情的出现 一些大的 特别是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这种事情 一些大媒体 你像ABC啊 CNN CBS这些大媒体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 会有一些他的 主要的主持人 我们通常叫王牌主持人吧 会到现场 那我看过一些 很有名的主持人 无论现场多么恶劣 环境多么恶劣 但他们会到现场 那这种现场感和Live的做法 成为了媒体本身赖意生存 或者给观众以真实性 和第一资料的感觉性更强 所以给我概念比较深刻 但这件事情 金正恩这件事情呢 正好今天下午本身呢 因为昨天拍起来 拍的不太那好看 哎呀 就倒来倒去的 给倒了一圈了 因为有时候我个人做事情 都比较好 有时候比较专一 这两天呢 因为天气转暖了嘛 希望把一些 siting啊 都给弄得好一点 所以就光 满脑都弄那 在想那siting 这夏天来 到时候怎么弄 因为想是跟大家拍风筝演绎了 另外一个更新的一套节目呢 是想跟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 与我的节目联系来 因为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 我个人出来时间很长了 我以为很太大的问题 就是国内的朋友带来国内的习惯 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那而国内带来的很多习惯呢 其实呢 彼此之间的伤害又很重 中国人之间彼此伤害很重 他他彼此的伤害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谁不信谁 表面上谁都信谁的 实际谁都不信谁的 哥俩也好 姐俩也好 出去买东西啊 吃饭的啊 聊的有一大 那家伙热热火朝天的 但聊完之后 你看他牛脸说 那小子竟骗人 你不用听他 他自己也那么想 所以我自己经历比较多了 我就感觉 哎呀 这个人过生活 人的一生啊 要这么过 那是件痛苦的事情 我个人都没什么 没有这些负担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强调一概念 人说什么我都相信 你记住 你骗我 只骗我一回 你大不了给我骗死了 人生不过一死吗 你大不了给我骗死了 说骗我钱 钱是王八蛋 花了再赚 你有本事你就骗 啊 其实当你真正 明白道理的时候 你会发觉 骗子都靠不了你身上 骗子 不去骗诚实的人 骗子 大骗子骗小骗子 小骗子 骗那要成骗子 摊财的人 有他目的的人 有他个人奋斗想法的人 会出事的 会出事的 我这么说 可能有朋友能接受 有些朋友不一定接受了 那所以今天 那挺晚的 但是反正是周末星期五 朋友星期六 北京的北京时间都星期六 我今天我看我能说 说到几点钟 我把金正恩跟这个文在寅 相关的大的媒体和现场报道 都跟大家分享一遍 说了说了一会儿我困了 实在说不就去了 我就睡了 大家就 我就洗洗睡了 其实也没有刚才为了能够出去好一点 我都洗完了 所以估计我不洗我就睡了 把门店宣言 是这一次他们见面之后 拿出来的最主要的文件 那没是到底把门店 他们到底都都把门店宣言有什么 好多媒体讲半天都没讲这事 那这期节目跟大家讲 把门店宣言到底是什么 第一条 南北双方将半岛无核化 列为共同目标 所以这是他最具意义的 那也是金正恩表现出来最直接了当 很多人不接受他 认为他是欺骗 没关系 我还是说那句话 在这点上他这么说了 而且他今天把他自己放在了一个整个国际舞台的焦点 他后面无论怎么欺骗什么借口 整个世界的舆论都把他都会集中在他身上 这么讲吧 就是他当初确实很想骗 朋友们也猜对了 分析也对了 但是今天走到这步 他想完成他欺骗的过程 相当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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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川普呢 一再放话 就是他谈不拢 他就走 连谈都不谈了 这些话都在说出来 川普的是一个很强悍的谈判对手 他很知道如何爆料 所以我以为就是这是问题了 那金正恩放弃不放弃核化 这个核武器等等等等 包括说北京说了 说这个实际他核试验场已经坍塌了 那没关系 他坍塌了就这样 对吧 大家要明白 他坍塌了也没关系 他就这样 他就这么做了 不妨碍的 说因为坍塌了 所以他才今天还谈判 那没关系 他今天坍了 他即使坍塌了 那你能打他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话 你听起来很明白的话 其实你细明白 你细琢磨又是鸡贼的话 鸡贼啊 高激动鸡贼的话 他今天塌还没塌 他都有这东西 他确实做出来 对不对 他不 他即使塌了 你要敢炸他 会不会造成核扩散 你中国人要炸他 你吉林汉要不要 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标志 但他都不是决定性的东西 看问题你要看他根本上决定性的东西 双方认为朝鲜方面采取的行动 别具意义 是这次能够达成共识的关键 所以这里的双方是指朝鲜 跟应该是指朝鲜和这个韩国 因为没有第三方 那也就说文在寅在他达成这个协议本身上 把门店宣言本身上 完全接受金正恩的诚实性 就这么讲 接受他诚实性 双方同意在此议题上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 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积极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和合作 支持合作 那如果半岛无核化 后面就牵扯到如何销毁核武器 如何销毁相应的所有这些东西 那朝鲜恐怕有没有能力来销毁 处理这些与核辐射相关的这种环境保护问题 这确实是个问题 所以朝鲜有可能没这能力 如果他没这能力的话 他当然需要国际社会合作 那国际社会当然这里包括美国 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日本完全有能力处理这些的 第二条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就谈到了这个无核化 第二条 今年是停战65周年 就是韩战停战65周年 南北双方同意 共同与美国举行第三方会谈 或是与中美双方共同进行四方会谈 讨论永久停战 建立稳定和平的议题 这是第二条 那这里最奇怪的就是 南北双方同意共同跟美国举行三方会谈 这是他在整个条例中讲的非常明确的 对吧 那这里说 把美国包容进去 这是他整个在有关建立和平协议当中的基础 三方是最主要的 然后霍氏与中美双方共同进行四方会谈 这个霍氏用的就太特别了 反映出朝鲜和韩国两国首脑对今天中共政权的态度 对今天中共政权的态度 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是一顶一的积极 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很明显是抛在后面 这个词就这么用 因为这是永久留下来的宣言 这是文件 这是文件 所以在文件上把中国放下 同时否定了六方会谈 同时否定了中共一直主持的六方会谈 永久停战和平协议 这是放在第二条 第三条 所以前两条应该是他的宣言中最关键 双方领导人同意定期会面直接电话的方式 频繁而真诚的讨论重要的国事 增强互信与实践力度 那促进两韩关系迈进稳定繁荣与和平统一 在此文在导人同意于今年秋天访问平壤 大概是我记忆其他媒体报道说可能十月份 那这里他提到稳定繁荣与和平统一 所以在第三条里面就谈到了两韩之间的和平统一 而两韩之间的和平统一是透过两个国家的首脑直接讨论 这里面建立的所有这些概念 这是两个国家首脑统一 所以第三条就谈到了和平统一 所以你看到的第一条无核化 第二条和平协议 第三条两韩统一 第四 鉴于紧张局势已经得到缓解 军事建立信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南北双方同意分阶段进行裁军 那这是双方进行裁军 里面在这一条里面没有任何附加的美国军队在韩国的状况 美韩的军事演习等等所有这些都没有 任何附加条件没有 没有第三者 没有第三者 就是没有美国军队的任何附加条件 而他们彼此之间的来来来削弱军事的对抗 那如果大家说这还是骗子的话 那也没关系 那那你就他你放在金正恩脑袋上 他也不知道应该到底怎么做 你们能够大家能接受的 所以我的说法其实骗子的说法都是相对而言了 我认为就是相对而言了 在接受与不接受的背景之下呢 其实就是这么个状况 很多说他骗子概念是媒体的精英的人 就是说为了在既表达他固有的观点 同时又为了能够来赢得读者的一种心理需要 因为很多读者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肯定的 第五条南北双方立刻处理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议题 加入两韩红十字会的讨论 让因为战争风格两地的家庭得以重聚 那双方同意即期展开相关计划 在今年8月15号国家解放节时 让离散家属团圆 国家解放节是应该在南北韩分离之前的节日 这个是一个完全是展现出他人道主义的概念了 所以都是通常的一个例行 第六国际社会在国际上双方共同参与国际运动赛事 2018年的亚运会以共同展示双方的智慧才能跟团结 这个就不新鲜了 因为他们共同参加了冬奥会 那今年的冬奥会他们是这种方式出现 他们也是从那开始解开扣的 那这个就是一种表现在国际社会的一个统一的朝鲜的整体表现 第七双方领导人宣布在八千万韩国人的建政之下 半岛不会再有战争 和平新时代就此开始 和平新时代就此开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把门店宣言呢 应该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相当的含义 半岛不会再有战争 这应该是金正恩自己最开始讲出的话 和平新时代就此开始 那没什么可讲的 所以和平新时代就此开始 跟和平协议 跟南北韩的就是两韩的统一 基本就吻合在一起了 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 对此结果表示祝贺 那我相信任何国家对此没有什么 心里多难受他也不会有其他 所以他的结果应该是相当积极的 而这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他的七条内容当中 美国占有绝对 美国占有绝对主要的成分 第一条无鹤化 第二条三方会谈 第三条和平统一 第四条军事裁军 在这前四条 从第一条到第四条 都是直接有美国的参与 直接有美国的因素 直接有美国参与 所以应该讲 如果从这个角 从美国参与的角度来讲 他在为即将开始的 金正恩跟川普之间的对话呢 奠定了一个基础 完全奠定了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你可以说他是一种铺垫 可以是一种铺垫 那我们刚才讲说 这是他们两个人会面的 谈的内容 有另外一篇文章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